警政消息带您关心的是台中市警方 日前接获一起失踪人口案 被害人疑似遭到囚禁 追查之后发现 以于姓主贤为首的诈欺集团 以网络借款诱骗被害人上当 借着控制自由 警方攻坚救出了三名人职 全案移送台中地检署正办 警方破门而入职 见有三名男子待在里头 袁警不敢大意 因为三人当中包含两名嫌犯 台中市一分局日前接获报案 报案人声称儿子失踪并且遭到控制 警方随即派员前往旅馆营救 那在当时就有顺利救出一名被害人 以及逮捕两名嫌犯 那这个被害人 有向本分局状案小组去公诉 在他在囚禁的那个经过 还有其他被害人 那本分局立即扩大来追查 根据调查以余兴祖贤为首的诈欺集团 以网络借款为由诱骗被害人上门后 缴交金融卡存折或是开设人头账户 接着四机控制人身自由 现场查扣非制式手枪 手铐电极棒辣椒水 还有将近16万新台币等赃证物 救出了三名被害人 根据情之显示 质押人口诈欺集团 有往中部地区移动的情形 针对这种人神共奉的犯罪模式 警方呼吁绝对不容许任何不法行事 在台中发生 台中警方绝对有能力保护市民财产安全 被害人物信网络接款讯息 历经酬计经魂计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却案已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Dankcoe intérieur 预理 预理